新竹额梅近年来发展成农业休闲区 不但有很多露营客还有单车客 来看弥勒佛的人也很多 让额梅在假日的时候变得非常的热闹 在这里有很多特色的景观餐厅 在漫游额梅湖欣赏湖光三色的时候 找个有特色的景观餐厅坐下来休息一下 喝个下午茶也是相当的不错 各位朋友大家好 新竹有一处绿意盎然的唯美秘境 这在额梅湖上雄伟壮观的弥勒大佛 在额梅湖环湖步道就可以看得见 这民国49年才新建完成的踏浦水库 是首座国人自行设计与新建的水库 也因为水库的蓄积才形成了额梅湖 额梅湖青山绿水 景致迷人 令人流连忘返 在这周围有很多景观餐厅 今天带大家来黄金传说摇烤面包 来参观一笑 这黄金传说摇烤面包 披萨下午茶 营业时间 平日是早上11点至下午5点 星期六日至早上8点半至下午6点 从门口一进来有广大的空地提供给游客停车 这也是外面的露天座位区 如果天气不错大家可以在这里休息哦 主建筑物前面有两间木造的房子 主人把这用餐的环境打造得很有特色哦 在进入主建筑物之前 有一个小小的庭院 里面有几张露天的座位 在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 陶钢石旧洗手台 除了很有创意之外 也显得很有设计感哦 在防疫期间 店家要求在入内之前先要洗洗手哦 接下来我们就带各位进去里面参观一下哦 店内的摆设有种客家风味 纸灯笼布满的天花板 木桌结合着花砖 还有复古的木框窗哦 这里有很多客人 专程来这里买面包 带回去吃哦 我们来的时间有点晚 面包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黄金传说 窑烤面包皆是有天然水果项目 以及老面透过柴窑烘焙了成 窑烤面包之所以好吃 是因为窑能够保持恒温 且受热均匀 烤出来的面包 外脆内软 还带有柴香哦 店内装潢以木质为主 有种复古的感觉 店内工作人员蛮会介绍的 除了菜单上的料理 对于第一次来的客人 也会特别介绍他们家的面包哦 黄金传说的面包都很大个 记得一次不要买太多 额眉地区盛产柑 柑橘口味的窑烤面包 算是在地独特的口味哦 还有加入东方美人茶的面包 也很好吃哦 这里除了卖面包之外 还有简餐披萨等等 我们请店员切一小部分 现场食用其他做外带 店员把我们要食用的部分 装入盘中 其余帮我们装在塑胶袋里面 我们点了饮料以及披萨 在还没有来之前 先吃一点面包 这后面墙壁的黑板上面写着 苗栗男庄也有一家分店哦 如果有去男庄的话 也可以到里面去看看哦 这是我们点的羊柑橘柠檬草本茶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放松兼放空 什么事都不用做 尽情的享受下午茶时光咯 来这里建议大家吃吃看 这里的黄金传说披萨 乳酪脆皮烤饼 就是这家店的招牌披萨 它有别于一般我们对披萨的既定印象 披萨看起来好好吃哦 它的形状成长条状 看似厚实的饼皮 其实它的饼皮是很薄的 用料很丰富实在 整体吃起来很清爽清脆 负担不重 我个人觉得来这里 披萨是绝对必点的哦 哇 这一口咬下去 超满足的 你是不是也想咬一口啊 这一份披萨相当于外面圆形披萨 9寸大小 适合两个人食用 两个人吃份量觉得还蛮多的 起司被烤得有点焦香味 薄皮酥脆的口感 吃起来很不错哦 今天黄金传说 摇烤面包 就为各位介绍到这里 希望各位会喜欢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帮我按赞及分享哦 好朋友也别忘了按下订阅 以及开启小铃铛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